大家好,我們是1A班的閱讀大使 我是劉心瑜 我是古惠嘉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這一本 《趣味知識小白科》 作者是大米原創 這一本《趣味知識小白科》 科學篇,講很多不同的科學主題 例如,為什麼消防車是紅色? 人可否飄在空中? 為什麼人見不到氣味等等的主題? 我就覺得這個主題很有趣 它就是說,可樂為什麼不可以用紙盒裝呢? 其實是因為可樂有氣泡的關係 乳酸飲品裡面的氣泡會因為二氧化碳而產生 而二氧化碳會因為搖晃等因素產生大量氣泡 不斷產生的氣泡由於體積增大會將紙盒壓爆 我覺得最有趣的主題是 人可否看到聲音 聲音對人來說是一種有聲無形的東西 人根本無法想像出聲音的形狀 不過我們可以借在一些簡單的材料製造一個光線示波器 用它來顯示聲音的震動 讓我們能夠看到自己的聲音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那就快點去看吧 今天圖書館開放了 記得來寫書喔 又可以寫書又可以扭蛋 還可以拿禮物 一次換掉三個月 用於是說更好的 但是現在這一支相關的 是為了 好好的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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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